美国总统拜登15号在纪念圣帕特里克节的爱尔兰之友年度晚宴上发言时 称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视为暴徒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对此回应称 拜登的发言不符合其国家元首的身份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表示 拜登这种言论并不能提升国家元首的形象 美国可能不会为此感到自豪 而拜登之前曾经多次对普京发表侮辱性的言论 包括称呼普京是屠夫和战犯 在今年的二月份 拜登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发言 罕见对普京爆粗口 佩茨科夫当时回应称 拜登的粗鲁言论是美国的耻辱